皆喜令起,舌生死论,转正法论 与其腹部有肚子啊 海桑比较知道邓佛祖 除了无数百千亿锦诺网 各有无数锦诺罗女、钱和威妖 又出无数百千亿钱的婆网 各有无数千亿婆女、钱和威妖 各有无数百千天要 各种赞叹祝法实性 各种赞叹一切祝福 各种赞叹法福的心 各种赞叹修菩萨性 各种赞叹也祝福成正学们 各种赞叹也祝福转法轮们 各种赞叹祝福现神殿们 凯斯言说 凯斯言说 也祝福伯涅叹们 凯斯言说 守护一切佛教们 凯斯言说 也众生 结欢喜们 凯斯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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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离一切祝藏内门 前头说的是法 后头说是对质的 凯斯言说 发生一些祝善根门 如是周遍以慈风发劫 从前面门 出无数百千亿 转了圣王 奇宝玉珠 四兵围绕 放大蛇光 与无量宝 就布施了 祝贫乏者 喜事充充 那些熔断 不予取 这么多珠宝 不用偷盗了 不予取是偷盗 端正财女 无数百千 谁舍心心无所送 现在财宝 现在女士啊 没有贪言心 你看 都是舍弃心 熔断 邪人之心 人生痴心 不断生命 六七经经 常真实语 不做虚况 无语坛说 另舍他语 不行离间语 再说呢 妄言其语 两舍那口 都断了 再断就是断 十呢 不是呢 不做虚况无语坛说 另舍他语 不行离间 令有缘语 没有出那语言 那传言说 神法 定明了之意 决定明了之意 不做无语的其次言辞 我说少欲 令出贪乃 心无瑕构 我说大悲 令出愤怒 大悲心 没有愤怒的 就是不脑海纵长 没有愤怒想 我说十一 令去观察 以诅法 深入因缘 三明替理 拔除邪剑刺 破一会三 一切正大悲心 一切除灭 无数所作 充满法界 断尸乐行尸散 从其两目 从两个眼睛啊 阳目就是 政治正见就是啊 出数百千亿日轮 两个眼睛里出来的太阳 多少呢 百千亿无数 从眼睛里出来的 都是太阳论 表示正见的 表示光明的 太阳表光明的 普照一切诸大地狱 接受那曲皆能离空 由照去四些宗箭 令出黑难 由照十方众人 接了舍离 遇死遇葬 以高左果度 放清净光 白人果度 放黄金晒光 黄金果度 放白人晒光 流泪果度 放玻璃色光 玻璃果度 放流泪晒光 车去果度 放玛瑶晒光 玛瑶果度 放车去晒光 地青果度 放日葬摩尼王晒光 日葬摩尼王果度 放地青晒光 持珍珍珠果度 放月光 放月光 往藏 摩尼王晒光 日光 往藏 摩尼王果度 放持珍珠 晒光 一宝所成果度 放种种宝 晒光 从总宝所成的果度 放一宝 晒光 照住众生 心之丑林 伴助众生 无量的事业 严慑一些世界境界 流入众众生 心得清凉 省大欢喜 如是所作 充满 法界 从今眉间 百豪象征 宠无数百千亿的帝寺 皆境界而者自在 莫尼宝珠 细细顶上 光照一些铸天宫殿 铸住一些虚弥三王 觉悟一些天大宗 铸天大宗 赞叹得力 说智慧力 生其药力 从今自力 敬其念力 兼其手法菩提心力 战要见佛 令出四语 战要文法令言四语 战料光字令觉四言 直修罗战 断烦恼症 灭不死心 灭不死心 法障魔怨 行李正法 施迷三王 成本路上一切事业 如是所作 勾搭 勾片法电 从今哪儿上 主乎是百千亿饭片 骰相端言 四天无比 唯一寂静 言言美妙 勸佛说法 战佛功德 令出菩萨细节欢喜 能面众生无量子业 普遍一些四方子业 从其头上 出量佛策 唯一尘数 驻菩萨综 心已向好 庄严其身 放无边光 说种种行 所谓 战叹不死 令舍奸叹 调中妙宝 庄严四语 诚应赞叹 持戒的功德 流入路上 熔断中弄 注意菩萨 大慈悲戒 戒是慈悲啊 持戒就是大慈悲 说一切有为 西戒如梦 说一切有 西戒如梦 说出欲乐 没有滋味 令舍奸叹 你烦恼葬 说引入力 令与祝法 心得自在 赞 占金塞身 令与祝路上 远离臣会购 其对子行 绝出生道 探经进行 探经进行 令其原来 世界放逸 西戒全修 勤修 无量妙法 一位赞叹 传波罗密 令其开意 令其开意 令其一切 心得自在 一位赞 一位眼说 波罗波罗密 开思政见 令自令助众生 要自在力 自在自 达出见度 一位眼说 随世间 种种所做 令出众生 随力生死 而入群的自在受生 是 传波罗密的自波罗密的方便道 这方便智慧 以下都是方便智慧 一位出现神通变化 说什么的寿命自在 令诸众生 发大寺愿 一位眼说 成就种子力 出生大愿力 敬自三美力 自在受生力 一位眼说 种种的祖制 所谓 普知众生的祖根治 普知众生的心形自 普知入来实力自 普知祝福志在志 如是所做 周遍法界 从这顶上 那是头部啊 这是头顶啊 诸是百千亿如来身 现在是菩萨 现在出现是佛 其身无等 祖相随好 清静庄严 微光赫矣 如真金散 无量光明 普照实方 除妙间声 充满法见 此现无量大神统领 为四见 普语法语 所谓 做菩萨的道场 祝菩萨 与普知的平等法语 为灌顿位 为灌顶位的主菩萨 与若普门法语 为法王子位的主菩萨 与普庄严法语 为童子位的主菩萨 与菩萨 与坚固山法语 为菩萨位的主菩萨 与海藏法语 为成就正心位的菩萨 与普境界法语 这时的本主位啊 咱现在念着一切 就是正心主的菩萨 在这儿把他讲一讲 什么叫正心主 同于六地 六地的菩萨 说一切无相 一切法无体 一切名位叫普境界 你在这儿 住在正心 法界心 而他四现的境界啊 超过他自己的本位 能四现佛 释放入佛 因此了之 出发心 发了菩提心 住在菩提心上 这是出入的菩萨 这是出入的菩萨 但是他能释放 释放一些祝福 在四方法界 释现祝福 以佛说法 这叫方便 这叫方便 现在达到正心主了 真正住在菩提 前头仅仅是发心 正心主 住在菩提 说的是 说的是 菩提法 说的是 法界的法语法 出发心是成正觉 这就是出发心 成正觉的含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主 行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 更须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着二世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请安大师 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 上课日期 七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八月十二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三十日 共十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三段九十九项 石农二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2631-0619 02-2631-0619 观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至夜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绿度母厨葬法会 恭请金刚上师 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十月二日 星期一 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 共慕佛恩 与 말 与 Prob찬宗 rus慶子辎盟 吉旦聪明 domin准 肯成道 录 correspondent 小梁境 协访 来点亮智展明灯的呢 灯论可以说是一部完整涵盖 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总设 一把三藏的钥匙 虽然文字上看起来非常的精简浓缩 但是内容却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可以说精辟的语言当中 就包含了海浪海量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从修行次第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在讲到这个资量道的时候 他点亮了文思智慧的明灯 在讲到这个嘉行道的时候呢 他点亮了禅修智慧的明灯 在剑道的部分呢 又通过点亮宪政的明灯来照亮 剑道之土 就这样 灯论成为了一部 涵盖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一种总设 在贤弟子抢救人的这个敦促之下呢 九级就写下了这部注册 那为什么九级称抢救人为弟子呢 而且是贤弟子 因为抢救人在九级这里得到了法的恩责 所以称为弟子 而且他是一位非常聚气的弟子 所以称为贤或者善 聚气的弟子呢 就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合格的 有资质 资质 有能力 潜力 而且符合条件 值得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弟子 过去 嘎丹派大师有两种说法来解释 贤弟子 一种是说 那些能够通过一教奉行 而让上师欢喜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另一种说法呢 是把那些所有人都很尊敬 人们教授称赞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关于这个聚气的弟子呢 有一个故事 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九级生平的时候 讲到过 九级曾经在三耶四住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呢 掌管三耶四的人是菩提扎家 所以呢 这段时期呢 九级一行人的这个时速等问题呢 都是由他来安排和提供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想九级这么崇敬往昔的这个赞卜 而我有时而自己呢 又是他们的厚胆 而出于这个虚荣心呢 他就希望能够从这个九级那里呢 听到一些赞美之词 于是呢 有一天他就来到九级面前 问他说 为什么我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就算是在盘坐 也会马上站起来向我回礼呢 而且据说强救人 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却没有站起来回礼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菩提扎则这么问 估计是就希望听到一些回答 让九级说出 他比抢救人更胜一筹之类的这种赞美之词 那么九级听到他这么一问 就回答道 您是藏地的国王 如果不回礼 在别人眼里呢 就会像我是不懂礼数的样子 九级这个菩提扎则听后呢 就是又问道 那强救人也是赞美的后代啊 他在礼拜的时候 您却没有站起来 九级说 强救人是我的弟子 那菩提扎则就马上追问道 我也不是你 我不也是你的弟子吗 就我记得 听到之后呢 就刚开始就并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小会儿呢 只是说了几句 是是是是 惭愧惭愧之类的话 就敷衍了过去 也并没有具体说什么 后来呢 这个噶丹派的大德们呢 是这样来解释的 对九级来说的话呢 成就可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弟子 所以呢 九级呢 就完全不需要看他的面子 看他的脸色 可以非常自在 舒服 想做什么都可以 而对于菩提扎则呢 九级就会觉得比较 身份 无法感到完全的放松 总是心有这种忌惮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一名弟子 不能让人 有害怕的感觉 让人总想着 跟他保持距离啊 给人一种提心吊胆 或者说是担惊 担惊说话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不能让上师觉得 觉得 得要这个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相处 这样的话呢 那上师就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起真正的师徒关系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深意的 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心里仔细想一想 体会一下 可能就会慢慢会明白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上师对弟子一直都怀着一种不能完全放松 总是有所忌惮 有所顾虑的这种心情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一种能够成就解脱的师徒关系 比方说呢 马尔巴对米勒烈巴就完全没有顾忌 心里不需要有任何的忌惮 任何顾虑 他想要怎么对待米勒烈巴都可以 而且呢米勒烈巴也是全然的接受 理性感性上都欣然接受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师徒二人的就建立起来的真正能够起到作用 真正能够实现解脱的这样一种师徒关系 这是非常关键 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自己上师的时候 尤其是想要建立真正师徒关系关系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揣摩体会和用心观察 念佛商净土 尘服杜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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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电视台